因為我懷孕五個月 然後我老公剛剛出門去電視的時候 他還說你肚子怎麼還是那麼小 因為我跟你講 因為賴太大了 對 不是對 你看他這裡是直接溢出來的 那時候他很正直嗎 那時候正直完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幾次 幾次 哇 你一定會講話 你一定要問這種變態的問題嗎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性化便盒也很重要 那 你們會看到這類的 溫泉蛋系列 想念個吸蛋蛋來了 他現在肚子很麻煩 不是 歡迎熊熊 Oh my god 哈囉 太近了 哈囉 你看他直接過來看 我已經多久沒有穿泳裝了 你知道嗎 三四年應該有 哇 哇賽 因為我懷孕五個月 然後我老公剛剛出門去電視的時候 他還說你肚子怎麼還是那麼小 因為我跟你講 不是對 你看他這裡是直接溢出來的 本名叫做王玉菲 模特兒演員主持人 15542 現在都已經47了 甚至是 1986年90 就是30 我剛滿37歲 出道時呢 曾經登上雅木情魔觀念排檔榜榜 搜尋第一名 2013年是FHM 男人幫的百大性感女 美女 所以他堅持要念完那個 對他開始 2013年的公司 我們就T Today 新宅男女生 欸每次用女生講不掉欸 你怎麼會想要就是公開這件事情 畢竟曾經也是宅男女生 沒有 因為已經那個那個 時期已經過了 我們剛出道的時候一定是 不能公開 不能有男朋友 或是什麼 就是要聽從公司的安排 所以說你過了35歲 所以你還在那邊宅男女生多噁心啊 但我之前不能公開的時候 我有男朋友 他們的話 基本上我身邊的朋友 是一定都會知道 喔就私底下朋友會知道 因為我就是藏不住話的人 對 如果你敢跟我說你是不是討厭 我就說對啊 我繼續問喔 為什麼當初你的藝名要叫熊熊咩 我這樣的時候人家就說 我很像熊熊這樣 就去沿用 沒有因為為了要出道而取藝 喔所以就是剛好 剛好你上面有去 因為我就只是講說 我當初出道是為了要賣服 欸你現在完全走對了欸 完全走對了 對因為我又走回去 做直播賣衣服 跟老公是怎麼認識的 26歲出道 那時候出道的時候我就認識我老公 等於說我當詹詹女生 那段時間其實我是有男朋友的 喔那時候就跟他帶錢 對我26歲到29歲 就是發寫真的時候 都跟我老公在一起 對被寫真要發寫 的時候我們才分開 因為我妹妹那時候離開 然後我覺得我那時候的 身心靈狀態不是很好 然後再加上因為我們的工作 確實就是不能公開 因為剛出道 那時候是養我三年 欸他什麼星座啊 巨蟹座 他一定在做的嘛 對 因為你說那時候他很正直嗎 那時候正直完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幾次 哇 你一定要問這種變態的問題嗎 可是我跟你講其實 其實性方面合也很重要 那 你要問一下變形式 他怎麼追你的啊 我老公不是屬於那種說 好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或是怎麼樣 他是屬於那小星座 因為我老公上身處女座 然後他月亮又水平 他是比較內面向的 那會不會無趣 我跟你講這個一定是相輔相承的 比如說我們不會特別 什麼情人節啊 聖誕節啊 或是生日 一定要什麼很有儀式感 我們是比較務實型的 但是我老公不是那種 完全很木納的那一種 就是大家有看我們的youtube 就知道我老公是屬於面向這樣子 那你們感情那麼好 有曾經吵過架嗎 當然我們年輕的時候吵很羞 我們年輕的時候是會那種互相打吼 吵什麼 都是因為一些生活所思 然後或是我態度的問題 因為可能我們有時候女生 就是 有時候可能我們在忙 或是工作或是什麼 情緒就不好 然後人都有個通病 就是你會把情緒加諸在跟你最親近的人身上 對 但我老公覺得這個事情是不對的 他會覺得說我是最愛你的人 我是最甜蜜的 你怎麼會把這個情緒發洩在我身上 那你們怎麼後來又僵遇了 因為我老公跟他朋友開了一間行銷整個公司 然後他那個行銷整個就是會需要跟藝人有一些合作 然後我老公就想他最熟的藝人就是我 那就是因為後來這樣子 工作上的對峙 然後我就覺得 感覺回來了 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當初本來就不是因為 兩個人有犯什麼錯才分開 我就一直在辱曉他說 要不要很好 要不要好 他就一直拒絕我 他前面一定是拒絕你 對 因為他前面他就跟他說 他覺得我們分走 我們就我們分走七年 他需要多一點的時間相處 因為你原本是單單女神 那你後來是怎麼走到創業這個部分的 應該是因為疫情 新二手拍直播跟那個高鳳熊的事業 都是在疫情的時候創立的 先自己拿自己的二手拍的衣服來 二手的東西來賣掉 然後就發現 還不錯 當天業績就是有一萬多塊 我就想說 好像還不錯 我就開始揪我身邊一些朋友 下午頭啊 賴維如啊 邱惠惠 我就讓他們來買 然後就業績有兩萬三萬四萬五萬 賣越來越多 然後我就想說 那這個事業好像是可以經營的 然後就是因為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我朋友就看到 他就說 那熊熊你要不要也來找我的 我朋友聊聊看 他自己也幫晨晨哥做針飯麵 我就聊 然後就一拍幾個 欸你這個品牌超好吃欸 對啊 像我現在的洗臉精也是因為我的小孩 所以我問過很多媽媽都說 欸如果用獅子精或是怎麼樣 會有紅屁屁的問題 所以我就自己出了這個 銀利子抗菌的這個洗臉精 欸那你嘎縫熊要在哪裡買啊 對網路上 超好吃 奇摩 PC Home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查嘎縫熊 你知道我有一次去他家 然後我看到他家有縫義人 我這一整包吃 對他把他吃 他把我 披薩口味那個 全都吃光 欸那講那麼多 觀眾最靠錢的事情 就是你創業的收入 跟演音圈比 差不多 欸那我想問你為什麼你想要 就是你懷孕不是自然的那個 你是人工受孕嗎 因為我是36歲懷孕的人 那因為我是屬於高齡產 我有去驗那個ANH 一般正常要2 我那時候當時我第一次動人的時候 只剩1.18 後來到我跟我老公和好去檢查的時候 我剩下0.8 那個ANH就是代表你的那個 容易受孕的那個數值 那因為生小還是我的夢想 對 然後所以我跟我老公討論過 我們就是用人工受孕的 那你要生幾個 我大概算生三個 現在的小遊戲是 猜猜這個是誰的部位 對 手熊的題目是 MARS的脖子是哪一個 好難喔 這人應該要知道吧 2 你們怎麼會我老公脖子的照片 1號真的不是 我老公沒那麼白 而且他那個脖子那個線條 不知道是不是 他很ㄍㄧㄥ 很ㄍㄧㄥ 我們要下好離手 好 下好離手 3 2 1 答案 YA 應該對了 欸好好笑喔 欸天啊 我竟然認得我老公都好幾 然後再來 三雙手是NARS的 這應該認那個手 那個戒指吧 對啊 戒指手的樣子 因為我老公不會帶那麼多戒指 2 1 2 1 來喔 Q一個 原來是Q一個 1 哇 好多好像喔 NARS的鼻子是哪一個 1 3 2 1 好 有 有 還有嗎 有 好難喔 哪一個 3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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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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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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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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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跟你講我會 1 因為 雲西的 雲西的小腿有點出來 然後他大風氣 所以他應該要去打一下落毒 真的 他評論總是會敗攻擊 1百分之百 3 2 1 3 好 我剛剛念不推 哪個耳朵是雲西的 蛤 不可以看看 我覺得2 因為他頭髮 因為1一定不是 因為1耳朵不是窄 他耳朵應該是比較多東西的那種 多東西 3 2 1 哇 太多了 而且他頭髮很少 對啊 哪個耳朵是雲丹的 剪刀啦 比較黑是不是 好 那就 我覺得是1耶 因為3的 3太辣了 1 1 誰呢 1 2 3 拜拜 哪個是雲丹的愛心手 1嗎 3 我猜1 2 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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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3 2 1 你自己都猜錯 你很緊張 你很強喔 哪個鼻子是雲丹的愛心手 3 3 3的很明顯啊 2是誰 怎麼那麼那個 不要再亂鬥急了 不要再亂鬥急了 11 沒有 因為他這樣子笑當然很明顯 對 而且他是正面 對 明範的名字 我眉毛都不知道哪一個 我眉毛都不知道哪一個 眉毛是哪一個 他沒辦法 明範就擋住 以前的照片 應該 3吧 哇 好美啦 你在多久以前的照片 自己說 前年走東西啊 超久欸 超久 而且在畫面悟到一個不行 淩蛋的耳朵是哪一個 2 我也覺得是2 3 2 1 3 2 1 再演 我們平手啊 我們兩個平手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又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依佩 三粒嚴選 最好算 三粒嚴選 最划算 記得來看我 雙十一 一定要鎖定三粒嚴選 3粒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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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粒嚴選